大家好,欢迎关注华尔街电视频道 本视频录制时间为美东时间6月10号 这期热点深度,继续关注 郭文贵设10亿美元欺诈案,庭审进入第13日 据称,6月10号这天,郭文贵在法庭上抓 浅灰色西装、白色衬衫和黑色领带 6月10号开庭后 郭文贵的律师团队用十多分钟的时间 完成了对检方第12名证人 FBI特工玛格丽特莫菲的交叉询问 在上周五,玛格丽特莫菲作证称 在郭文贵位于中央公园旁酒店内的豪华公寓中 搜出郭文贵的高级西装、国际驾照、活动流程 以及放于床垫下的手机和印有八一字样的胸针等 接着出场的是检方第13名证人 贾科莫·马蒂奥利 他是加州比佛利山的法拉利经销商 该证人证实 他曾与法拉利意大利公司合作 代理出售了一款FXX-K Evo车型 该车型于2021年5月售出 法庭休停数分钟 然后检方传唤第14名证人 Haytham Khaled Haytham Khaled 他算是银行事务方面的证人 根据内城新闻界在XX的更新 助理检察官问 G-Club的银行账户里有多少钱? 证人回答 大约1500万美元 助理检察官问 1600名会员 您从哪里得到这个数字的? 证人回答 来自杰西卡 助理检察官问 您在G-Clubs工作过吗? 证人回答 没有 助理检察官问 这是您给谁写信呢? 证人回答 普林斯顿银行 我要求为G-Club运营开设三个账户 提供超过1000万美元的存款 包括活期存款账户 支票账户 货币市场账户 和流动储蓄 助理检察官问 为什么这么紧急? 证人回答 Signature的账户即将被关闭 助理检察官问 谁是特拉华州公司的唯一股东? 证人回答 郭文贵 助理检察官问 我相信你已经准备好了 提交给银行的图表 此时 郭文贵的律师提出反对 助理检察官问 你为什么要对第一银行公关部门撒谎? 证人回答 为了增加账户被开通的机会 为了避免任何OFAX 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 或Google搜索结果 助理检察官问 郭文贵先生仅仅是一个品牌大使吗? 此时 郭文贵的律师提出反对 法官判定反对无效 驳回 证人回答 他有非常多的参与 助理检察官问 这些都是发给谁的? 证人回答 电汇至摩根士丹利 助理检察官问 为什么您被要求回应他们? 证人回答 尽量不危及账户状况 助理检察官问 那你当时有开始录音电话了吗? 证人回答 我确实录音了 简单小节 这位海塔姆哈利德的作证 他此前的工作 是为郭文贵和王彦平开设欺骗性的银行账户 并保留了相关录音和记录 郭文贵案进入陪审团审判程序后 已有两周 先后传唤有前投资者、奢侈品销售和联邦调查员等证人到场 以尝试作证 郭通过复杂企业架构所制造的骗局 曾身为郭文贵团队骨干的污点证人李雅 在上周多日出庭作证 详细介绍郭及其团队套取支持者投资 并利用大量离岸法人 将投资款转移至自己公司的方式 郭文贵团队2021年开始发行自己的数字货币洗币 而与之配套的还有一套洗美元 郭文贵宣称 洗元与美元等值 支持者投入一美元即可获得并无官方认证的一洗元 李雅作证称 所有的洗币和洗元都是由郭及其家族掌握 为吸引投资者 洗币和洗元与郭文贵最初GTV上市的承诺紧密衔接 李雅介绍 在洗币发行前后 郭文贵推出洗币配额计划 投资洗币者会以优惠的比例享受相应的GTV股份 此外郭文贵还给洗币投资者上了一道紧箍咒 李雅作证称 根据郭的一名亲信夏其东长导哥指示 在他所签署的购买合同上 有一条要求如果迟疑 有者反对或批评郭文贵及新中国联邦 将谋收其所持有的洗币 李雅介绍 洗币发行后不久 郭文贵就下了心令 要求投资者将手中90%的洗币冻结三年 冻结款将用于投资 号称新一代GTV的FMV 检方公布的一段 发布于2021年12月1日的影片 也证实了上述说法 在洗币和洗原问世后 郭文贵的联财手段更加高效 李雅作证称 根据郭的指示 投资FMV只能用洗原交易 投资者需现在郭旗下的洗交所 用美元换购洗原 而在此前筹建洗交所时 郭也要求投资者不能卖掉手中的洗币 去支付投资款 必须用真实的美元投资 根据李雅的证词 郭文贵团队在美国 阿联酋 澳大利亚 以及英属维京群岛等地 开设了大量空壳公司 她自己也曾在郭文贵的指示下 在澳洲开设了不止一家 用于转账的法人尸体 李雅虽然生活在澳洲 但位于日本和纽约的农场会员 却被指示向她付款 以购买洗币 为了与澳洲的农场隔离 李雅在澳洲注册了一家 名为AJ Group的公司帮助收款 总计约500万元 此后 她在根据郭指示 将收到的款项 转置由郭控制的汉密尔顿基金 而该基金又是喜交所名义上的投资者 而为了给喜交所吸收投资款 李雅又在澳洲注册了名为Archwood的基金 李雅的证词 此不仅指向郭文贵团队离岸洗钱 她更回顾了郭文贵煽动追随者打击异己 以及新中国联邦组织内部运作的细节 之前的热点深度节目也有提及 根据法庭记录 在6月7日的庭审上 李雅的证词提及 现居西班牙的中国足球名将郝海东 之前加入郭文贵发起的爆料革命 在2020年6月4日当天 郝海东宣布成立新中国 并宣读了长篇新中国联邦宣言 这份声明新中国联邦宣言 甚至都不是郝海东自己编写的 李雅提到 郝海东他只是宣读了声明 其实这份声明是当时李雅的小组准备的 声明的副本被发给郝海东 郝海东甚至没有做任何修改 直接就宣读了 媒体Mother Jones的文章 我们被骗了 提到周乐 一位来自佛罗里达的房地产经纪人 1998年来到美国上大学 2017年 他开始观看郭文贵的YouTube视频 从而了解了郭文贵 周在5月28日的证词中表示 他支持郭文贵的运动 是因为他自己的家人在中国受到了迫害 他一开始也向郭的非盈利组织 法治基金会捐款 周最终 将他个人资金中的大约12万美元 投入到郭文贵的投资项目中 他作证说 他卖掉了自己的房子 并动用了妻子的受险来筹集这笔钱 周说 他相信郭文贵 对GTV投资者的所谓个人担保 及他会赔偿他们的任何损失 他也接受郭文贵的说法 即GTV的投资将用于改进GTV的技术 以帮助他与YouTube等公司竞争 并且他也认同GTV的所谓政治目的 GTV网站也是为了给其他中国人提供言论自由 周说 我自己也是追随者 我真的相信这个运动 我只是想成为其中的一部分 也想帮助GTV成长 但周表示 他从未收到GTV的股票 而当他试图收回自己的资金时 郭文贵并没有介入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帮助周收回了一部分资金 他最终损失了3万美元 此外 在未告知GTV投资者的情况下 郭文贵将筹集的1亿美元资金 交给了一家对冲基金 这家对冲基金进行了 失败的做空港币的投机操作 郭通过这次操作 损失了3千万美元的GTV资金 周说 如果他知道这笔钱 会被用在风险投资计划上 而不是用于发展GTV的业务 他是不会投资的 另一名受害者 德克萨斯州的工程师Patrick Chin 他在台湾长大 上周作证说 如果他知道郭文贵的保证是假的 或者郭会用投资者的钱进行货币投机 他就不会投资大约2万美元到GTV 我当时想的很简单 以为这笔钱会被用来建设平台 而不是再投资 Chin说 在一个挤满了郭文贵 剩余支持者的法庭上 李、周和Chine 每个人都描述了郭对那些质疑他和他的下属的人 所采取的严厉反应 周说 当他寻求部分投资的退款时 他实际上被赶出了这个运动 在作为证据提交的社交媒体帖子中 其他郭的粉丝宣布 周因恶意攻击郭的运动和金融业务 而被列入黑名单 周说 当时他除了要求退款外 并没有对郭文贵进行任何批评 李描述了2021年的一次电话会议 郭文贵对一个要求返还GTV投资的人大家斥责 他回忆说 郭称这个人为中共特工 并把他踢出了会议 李在描述这次会议时哭了 他说 他也想要回自己的钱 但看到郭的反应后 没有敢踢出 李在他的证词中 将郭的运动 比作一个由有组织的黑手党运行的传销计划 Chin说 随着他看到郭一次次的诋毁批评者为中共特工 他对这个运动的怀疑越来越深 一开始 离开的人很少 他们很快就被贴上叛徒或中共间谍的标签 Chin说 那时这很令人震惊 但看起来是可信的 但随着越来越多的人离开 越来越多的人被贴上中共中共间谍的标签 这变得不太合理了 我现在的感觉是 这就像其他的邪教一样 Chin说 你相信领导人不能提问 但后来一些所谓醒来的人对我产生了影响 郭文贵没有通过电子邮件或一对一地与他的追随者交流 尽管他会在视频、WhatsApp和大型会议中发布指示 他的律师利用这一事实暗示郭的下属可能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欺骗了他的追随者 但作证的受害者坚持认为是郭文贵欺骗了他们 我觉得所有的好意不仅是我自己 很多人都受到了伤害 Chin说 我们试图支持一个民主运动 或者向中国人提供信息透明 但我们被骗了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热点深度所有内容 更多资讯可以关注六度简报网站 网址是6dobrief.com 在上面各位可以订阅各类符合您喜好的简报新闻 有免费套餐也有更加专业的付费套餐供大家选择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再见